更不斷的創新高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却传出民进党在7月的时候 要征召陈时中 出来选台北市长 连接班人都出炉了 民进党立委邱太元 要接任卫府部长 而医师李秉隐 则是要接任 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在野党就批评 看到疫情升温 中央却大转弯 与病毒共存 措施不断的松绑 恐怕是为了选举在铺路 国内疫情疯狂延烧 但有侵略节目爆料 民进党7月 将征召指挥官陈时中 参选台北市长 青旅节目还爆料 总统连接班人都安排好了 就是民进党立委邱太元 要接任卫府部长 蔡总管有跟你谈过 部长学会 我想这个 重点没有 不要去谈这个 要不要接任部长 邱太元不敢把话说死 但另一位被点名 要接指挥官的医师李兵颖 却直接挑明 没意愿 国内疫情严峻 确诊数不断创新高 照样防疫政策 却一路松绑 甚至在疫苗覆盖率 还没明显成长下 政策突然大转弯 从清零改成与病毒共存 到底为什么 共存的这样 已经决定的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为了选举考量 就用我们纳税的人钱 在打曝光率 你就赶快交接就好 他又舍不得走 完全就在执行 总统的意志力 选举至上 老板新的生命 跟他有关系吗 当本土疫情如飙车般失控 若此刻总统想的是 先铺牌选举 恐怕只会这样 古人寒心 记者黄文君 水光号SNG小组 台北报道